中午用餐時刻便當店門口聚集許多要用餐的民眾 不過為在淡水區中正路上的這一間老圓環便當店 不只是價格清明更是與在地里長合作 特別在過年前發送1000張的愛心便當券 要提供給淡水區的低收入戶居民 希望能夠讓他們在過年前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取資於社會然後用資於社會 盡量在這個地方能夠貢獻一點 給一些需要比較辛苦的一些人家 因為我對這個地方不不私人了解 所以我都透過里長的幫忙 用餐券然後發給這些需要的人 讓他們在寒冷的冬天可以感覺到說 有一絲絲的溫暖這樣子 一切都是里長的幫忙 我才有辦法這樣再繼續做這種工作 這一間位在中正路老街上的便當店 老闆營業已經超過十年的時間 而里長表示便當店老闆從開店到現在 每年都會在過年前發送1000張的用餐券 經由各里里長再送到落實居民的手上 讓他們平捲一張券就可以免費用餐 我們這個老員團便當店陳老闆 淡水店的陳老闆 他每年都提供有1000個便當 給我們周邊附近的一些弱勢 讓他們能夠足以溫飽 那我感覺他的創意呢 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能力 需要去幫忙這些需要幫助的 里長表示便當店老闆相當有愛心 每年都會提供1000張的愛心用餐券 不知不覺已經辦理了8年的時間 不只是老闆有愛心 還曾經有顧客得知這個活動之後 就寄放現金在便當店這邊 要給落實用餐 而這樣的舉動也獲得顧客的肯定 里長說店家不只是希望回饋給附近居民 更是要對真正弱勢的民眾伸出援手 讓他們可以在過年的時候飽餐一頓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囉